連勝文我覺得最好玩的地方 讓我去隨便Google我都可以看得到 你看這個整個 精衛醫療TDR掛牌 連勝文跑去站台 為他什麼時候跑去站台 當初他不是有槍傷嗎 然後第一個 復出以後第一個站台的 就是跑到精衛去 為什麼 因為到台灣要掛牌 那精衛是誰 精衛就是他自己本身 他自己的公司投資 他本身就是一個在投資的 這一些全部都是什麼 都是在搞生計 都是跟血液有關 甚至於連他的妹妹 也都是一樣 我不想去多做懷疑 只是說 當他講這一些話 馬上就讓人家聯想到說 是不是跟你們家的生理有關係 有這樣的聯想對他其實就是不好 所以你看在立法院裡面 中國國民黨那些立法委員 他們同黨籍的 到現在你說 針對連勝文的講話 沒有人敢去聲援他 所以疫苗的事情 病毒可怕 你說真正你去問醫生 疫苗可不可怕 那是他不敢說而已 渡到之後 萬不得已 那當然大家都一定要 現在打疫苗要來防疫 因為如果就整個疫情在全世界 這樣一直燒 燒不退的話 你真的想出去的話 你不打也都不行 否則台灣我相信在經過這將近一年 越來越多人會去戴口罩 當疫苗出來的時候也會很多人戴口罩 為什麼 你想到那個疫苗一打下去 大家會想到說 不知道安全 沒有 因為大家體質其實不一樣 不知道如何 會不會跟我的體質不符合 打下去第一個 腫痛的都幾乎都會出現 什麼就最近碰到一大堆 為什麼會嘔吐的 兒童會死掉的 光這種新聞再出來幾個 一般的民眾嚇都給嚇死了 所以林正文拜託 不要 你不要說這個 你如果要的話 真的去鼓吹你們中國國民黨 或者說你們自己的支持者 我們都沒有意見 你偏偏你又一定要 就講這些中國的疫苗 鍵盤稍微Google打進去一下 中國疫苗 所有的那一些假疫苗的 什麼去行賄的 什麼一個疫苗要通過 趕快去行賄 讓我加速通過 那這樣疫苗就通過了 這種疫苗 要嘛就送給中國國民黨去打吧 好 不要說現在我們的規定 就是這些中國疫苗 不能夠開放進口 退一萬步 就算這些中國疫苗進口 你敢打嗎 剛剛其實委員跟我們講說 一連串的中國疫苗 出包了黑歷史 有很多都是因為這樣的情況 送命了 剛剛他也講到說 中國有疫苗大廠 多年來都在行賄 這也是華盛頓郵報他們報導的 這一家大廠就是科興 他們過去也曾經 跟這個官員 行賄了八萬三千美金 大概新台幣兩百多萬 加速疫苗的審核 所以這樣的疫苗你敢打嗎 更何況美籍華人學者 張家敦 他也特別講到就是說 北京正試圖透過提供疫苗 來擴大他們的影響力 同時收集中國以外的人的敏感資訊 就是他們的做法就是說 我們把這些疫苗給你打 然後我們需要完成我們的試驗 所以我們用你的這些人群 就意思就是說 用我們的身體來做試驗 只要你不參加這些試驗 你就得不到中國的疫苗 好所以我們看到就是 連勝文這樣講 他到底是不是讓大家覺得說 真的是有點爭笑 來 致勝 是 連勝文的講法有幾個 的確是在爭下 第一個他講說要打 就要呼籲中國疫苗進口 問題是現行的辦法 剛剛委員提到 現行的相關法規 中國的疫苗就不能開放 其實連勝文你去問一下 國光的詹啟賢嗎 詹啟賢不是你也是國民黨 以前的副主席嗎 他每年也去大陸參加 所謂的紫禁山峰會 你們國民黨裡面的高層 問一問就知道 從來沒有開放過 中國的疫苗進口台灣 所以這是第一個 所以這根本就是一個假議題 你看剛剛連勝文被問到說 如果中國疫苗來的話 你打不打 你要不要去中國打疫苗 他說如果來的話我就打 你如果真的很想打 要證明你對祖國的熱愛 你就去中國打 因為他不會進來台灣 他也沒有開放進口進來台灣 所以你就去中國打給大家看 如果這麼熱愛祖國的話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連勝文他又就提到說 什麼外籍移工 就是如果打了中國疫苗的話 那我們怎麼辦算不算怎麼算 我覺得連勝文把這些問題 全部都混淆在一起做政治操作 你要知道今天外籍移工 進來之後我們是檢驗他 是陽性還是陰性 不是檢驗不是叫你拿出 你有沒有打哪一國的疫苗的證明 根本還沒打 根本還沒打 像外籍移工也在進來 所以連勝文把這個 把牛頭跟馬嘴對在一起 然後好像一切都是民進黨政府的說 如果如果外籍移工打了中國疫苗 那還可不可以進來 就把這種東西拿來做政治操作 其實非常惡劣的這件事情 因為我再強調一次 移工不管是移工 任何人進國入國 我不是看你有沒有打疫苗 現在也沒有疫苗再打 是看你核酸 然後進來之後是看你的這個 整個的管理的一個狀況來做決定 所以連勝文這兩個操作的手法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其實是在幫中國的疫苗 好像在做一個背書的動作 然後搭配著剛剛小邦姐 提到一系列很聳動的 好像一副這種 我們的這個防疫的這個線快要崩潰了 然後已經好像整個台灣的這種 防疫的資優生的地位快要不保了 你會覺得好像有人在刻意帶一些風向 要把台灣的這種防疫的資優把它打破 我覺得連勝文這種齊心 是這個用心否測 他講得好像蔡政府自己在自嗨 當山大王 對 但是問題是 剛剛講我講一個 譬如說中國的疫苗 真的有人敢打嗎 大家還記得剛剛委員提到 2018年長生疫苗的事件 那時候是從那時候 那時候是狂犬病到肺結核 結果搞到什麼 搞到那時候中國大陸的民眾 他帶著小孩 有一度是要來台灣 找肺結核的疫苗打 結果發現不行 台灣的肺結核疫苗 都是公費的 後來轉到日本 轉到香港去打疫苗 他們自己國內的民眾 都不敢打自己的疫苗 的情況之下 你還期待說 我們去打他的疫苗 這個基本上是 北疑所思的一個狀況 那第二個 怎麼會是自嗨 你不要忘了 中國的疫苗 之前到巴西 去做實驗的時候 最後被巴西給拒絕掉了 因為他覺得這個 巴西的總統覺得這個是有風險的 有狀況的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連勝文自己在 真的自己在 才關起門來自嗨 只是事實上 全世界 這個 中國的疫苗現在是不是已經銷售出去 給其他的國家 而他做的做法 事實上是給第三世界其他的這些 他的小朋友們去使用 然後藉機 剛剛來說的 藉機來確保他的疫苗的 這種人體實驗的穩定性跟實用性 其實這些都是很大很大的問號 這些都要去被注意的 最後一個 中國在講調說 他現在有已經可以開 有6億的產量 中國13億人口 他現在產量才一半 我們2300萬 我們已經買了4000萬的儲量 疫苗有效是一人打兩千 對 至少 所以他至少要大概30億左右 對啊 根本不夠 如果林穗文真的這麼厲害 6億的劑量 你也可以先去 我相信中國一定會讓你先打 這個6億的 一定會讓他先打先背 你會讓你優先去打 因為你可以做很好的一個看板跟宣傳